下面一句 甘露灌点 守卫 这都诗 极乐世界 七宝池中 八宫的水 水流的阴神说法 举出这几个例子 说甘露灌点 守卫神 甘露 是比喻 甘露是 听人的饮料 说味甘如蜜 甜点 营养非常好 有人称他做不死药 天人还是有寿命 应该说健康长寿 在此地 是形容佛法 佛法里头甘露是什么 佛法是讲自信 自信的核心 就是情爱 我们中国老祖宗懂得了 佛教没穿到中国来 五人的父子 有情 这个情爱 就是甘露 佛家的教育 是爱的教育 怎么知道 古道的常书 什么是佛法 祖师大的回答这一句话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八个字 解答了 什么是佛法 佛法就是慈悲 慈悲就是真正的爱 前面讲的 大慈大悲 这就是佛法了 方便呢 这个慈悲 落实在对人 对四对五 非常巧妙 让一切众生 都得利益 都得到这个爱心的关怀 都得到这种爱心的喜悦 这就是佛法 光明文趣 第五卷 说甘露 是铸天不死之神药 甚者呢 命长生安 提力 这个烈大提光 这个说得很好 灌顶受威 这用甘露啊 灌顶受威 行教位 灯酒菩萨 将入妙酒之位 一切施方佛 以治水观菩萨顶 这就是菩萨成佛 成佛有一个庆典 来庆祝菩萨 受佛位了 成佛了 所以这个时候 受威祝福 用甘露 来灌顶 甘露水 这是一个仪式 而世纪呢 世纪 灌顶 顶 是最高的法 未必就更高了 人头顶最高了 叫顶法 佛法里头 至高无上的大法 传给他 这叫灌顶 这是真正的灌顶 是灌顶真实意 水洒的一点 第一点 那是形式 那个灌顶不是真的 你说我们每天洗澡 雨淋 那不叫大灌顶吗 那能开智慧吗 开不了智慧 所以真正灌顶 要懂得 是接受教诲 这个 黄念召老句子 他是密教的上司 他对这个事情 这段事情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形式是形式 实质是实质 重实质 不重心事 这个是佛法 譬如 专论盛王 取四大海水 灌太子顶 畅言 太子 已受未尽 使名 灌顶 受未 古印度 有这种风俗 太子 太子 就位的时候 他借过往的位置 在这个大典当中 用四海水 给他灌顶 有这么一个仪式 又密地 密藏 寄朝 以水灌顶 明 甘露 灌顶 这个 密宗里头 灌顶的礼 就跟 咸教 三规 一样 但是 他又 用清水 灌顶 在密宗的时候 受三皈依 都关顶 大日经书 大日经的诸节 里面有诗 经如来法王 也复如是 为令佛中不断悟 以甘露发水 而观佛子之顶 令 佛中 永不断悟 为顺世间法 由此方便 应持之法 所以从此以后 一切慎重 行功尽养 一致此人 必尽不退于 无上菩提 定受 法王之位 这是 密宗里头的 灌顶 做一个 简单的 介绍 灌顶 灌顶的礼 是让一切大众 对这个 法师 祝祠 夜方 教化 能够生起 恭敬心 举行 这个仪式 仪式越庄严 越隆重 让人的信心增长 取得 是 谢谢大家